刚刚提到SET SIZE,SIZE就是尺寸,宽跟高 Location就是位置 所以你可以用SET BUNCH就可以取代两个 再来我们要来看建立标签LABEL部分 LABEL其实用的还蛮普遍的 也就是我要秀一些讯息在 这个FRAME里面的话 它提供哪一些方法 比如说标签上面的文字 还有标签上面文字的对齐方式 在TQC里面第三类就有一题 就是要去控制它的位置 它的对齐方式,它的字的大小 相关的这些讯息 实际上就是类似跟这一题很类似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 怎么去控制LABEL上面的文字 所以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一样要宣告 把这个LABEL宣告为一个实体的LAB 然后再利用这个LAB做一些动作 里面包含 这边我们给它一个文字 里面的文字就跟类似像VB里面设定属性一样 只是说属性在VB里面你可以直接先KEY好 它就SHOW 在这边的话变成你要自己在程式码里面撰写 再来SET BAD COLOR BAD COLOR部分也是背景颜色 那这部分你也可以改成叫NEW COLOR 有没有,一样的颜色 试着去把它做一个修改 再来的话呢,它的对齐方式 你看要用哪一种方式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用CENTER 或者其他你也可以 靠左靠右 这边可以 从这边去做一个调整 另外呢,还有FALL COLOR 这个 颜色 就是前景的颜色 有点像我们VB里面的前景颜色 叫FALL 这个叫做 SET FALL FALL GROUND 另外的话呢 另外比较特殊的就是字形的部分 那字形 这里的使用方式 也是下几个参数 包含就是字形 跟是不是有斜体 还有呢 是不是有粗体 还有它的大小 特别是这个地方 使用的方式跟VB的单内存版本很类似 单内存也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先宣告一个字形 再把这个字形丢给label里面 才会有show这个 那这个方式实际上也是用物件导向的一个 设定方式 字形的部分呢 必须要先宣告一个FALL的一个 你必须要宣告一个FALL的 一个实体 才有办法去设定它的这个 label里面的 比较特殊在这里 FALL的这个方式 那考试的时候呢 在我记得不知道哪一题里面也是 讲到这个部分 那最后才是把它add 利用add的方法呢 把这个加到那个frame里面去 那最后把它show出来 所以其实 我们要了解就是 label里面的一些方 一些 如果在VB里面叫 属性 中文 那 在Java里面 也是 它叫做 也是属性 因为后面有瓜糊就是属性 只是说 英文的名称不太一样 在我前面好像讲过 VB里面叫property 然后在Java里面叫做 attribute 不过其实指的就是一样叫外观的意思 如何去设定外观里面包含这一些 那比较特殊是FALL 你必须要宣告一个FALL的实体 才有办法去设定FALL 所以这边的话呢 特别注意 好 你试试看这个部分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